本月11日17時期 無性民眾駕駛自小客車 在屏東市廣東路住家前 因首棚新台幣約九十餘萬的工程款 下車時 當時有屠於一陣強風 造成手中的大超散落 造成大超散落一地 當時有一名騎乘重機車的許姓男子 行進該出 隨即下車減時 馬路上的大超 約十餘萬後 駕車離去 被案於16日清點相關審施 隨即向警方報案 警方除依規定開立 報案三年代外 隨即調閱相關的週間監視器 清查許遣設有重遣 並於17日的下午17時 將其查期大案 均詢問許遣 坦承清葬 上述遺失的款項 請按詢問後依清葬遺失物最前 罕請屏東地檢署偵辦